- 大家好,欢迎来到林宗奎聊建筑 1915年落成的东京车站 巨大的量体令人无法忽视 也是充满跨越时空区域 象征连结的经典建筑 在2012年完成为15年的平成大修理后 成为观光客必访景点 也再次成为东京人的骄傲 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东京车站的小故事 以及和台湾的渊源 其实现在看到的东京车站建筑并非原始设计 最初的方案是请政府招聘而来的铁道顾问 德国铁路祭司法兰兹巴尔德设计的 是具有浓厚日本传统风格的东京车站 它的构想是用好几栋建筑物满足不同的机能 长途运输、短程通勤都有各自的入口 皇室成员专用的出入口也和一般民众的不一样 是由好几个量体透过廊道串联起来的设计 后来改由陈也金吾接手 大刀阔斧地改为西洋风格的外观 但仍延续串联独立量体的构想 然而在设计发展过程 日本政府在日日战争赢得了胜利 当时的铁道院总裁 是台湾人非常熟悉的后藤欣平 他为了彰显国力 便要求陈也金吾修改车站的设计 后藤欣平在担任台湾的民政长官时 就是以高规格打造总督官邸的主要推手 他非常清楚建筑作为象征这件事情 就要求把零碎的量体机能 做成一栋大房子全部纳入 让一到东京车站的人们 就看到气派的国家门面 楼高三层 面宽330公尺的超大量体 就连欧洲老牌帝国的首都 都很少见到这么长的车站 这也为建筑设计带来的挑战 本来好几个出入口都有自己各自的表情 现在变成一栋房子了 如果不断重复同样的设计 一定会很乏味 为了避免单调 设计师为建筑加上了各种装饰元素 让建筑表情看起来丰富又热闹 但又为了不要让设计语会过于零碎 而采用白色的带饰 将柱子窗户等垂直的元素整合起来 这种设计手法就是我们在台北医院 介绍过的陈也式风格 这里要澄清一下 这种样式其实不是陈也金吾的发明 而是他借用维多利亚时代 英国建筑的流行风格 成为陈也金吾作品最容易辨识的特色 陈也金吾除了是东京车站的设计者 也是日本第一代建筑师 为什么说是第一代呢 因为在此之前 明治政府国家级的营造工程 都是由政府预估的欧洲建筑师所打造 日本为了培养建筑人才 设立了公布大学造家学科 成也金吾身为第一届学生 在完成学业后 受到英国籍的老师孔德的推荐 前往英国进修跟实习 那时伦敦正好处于 维多利亚王朝最强盛的时候 商业发展迅速 为了因应快速建造建筑的需求 而大量运用工厂生产的红砖 而非昂贵且开采耗时的食材 打造出生气蓬勃的商业气息 与强盛帝国的形象 成也金吾在英国期间 体验各式各样用红砖表现出来的建筑 回到日本后 成为母校造家学科的老师 也开始设计大量 以红砖为表情的建筑 由于在公布大学校任教 成也金吾的设计思维 透过教育影响许多后进建筑家 并在日本的产观学界中 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他的学生有不少人 后来选择到台湾工作 领导台湾总督府营上科 包括野村一郎 中荣侧郎 森山松之柱 敬藤石郎到锦守勋 都是成也金吾的学生 而他们在台湾所设计的公共建筑 也带有类似成也式的样貌 串联日本及台湾的城乡风貌 车站是人与人 时间与时间 空间与空间 彼此串联的场域 台日两地的建筑 更是串联起两国的深厚情谊 而喜爱日本文化的大家 是否曾经想要看一些日本节目 却因为地区限定 而无法如愿呢 其实只要使用Substruck VPN 就可以轻松破解区域限定 让您一秒切换IP 也可以轻松切换到其他一百多个国家 就像搭乘特级列车 想到哪个车站就马上出发 另外Substruck VPN 军事级的加密技术 也让我们的个人资讯 不会在使用公共WiFi的时候被盗取 给我们完整的保护 同时还有CleanWeb的功能 除了阻挡广告外 还可以挡掉恶意软体跟钓鱼网站 现在点击我的专属连结 或输入优惠代码 就可以获得专属优惠 而且还多送三个月免费使用 如果用得不习惯 更可以在30天内全合退款 大家快来试试看吧 随着时代流转 明治年间流行象征商业 与帝国繁盛的历史主义风格 不再主导日本建筑的表情 到了1920年代 芬里派 鲍浩斯 装饰艺术风格陆续出现 陈也师也逐渐走入历史 尽管如此 陈也金吾所设计的建筑 早已融入日本人的日常生活 就算一般人对他没有特别的评价 或者根本不认识建筑家 但是这一生中 几乎没有办法离开他所递到的象征 风筋车站就是其中最显著的案例 这次的修复还有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将战争期间被炸毁拆除 消失60多年的八角屋顶重新复原 也包括穹顶内的装饰 这些金吾不是单纯挪用西方元素 他也设置了包括十二生肖 封城秀吉的头盔 展翅的凤凰等东方元素 充满日本文化的趣味 就像日本时代在台湾的建筑师作品 也会加入台湾出产的水果当作装饰 陈也金吾也在东京车站的设计中 以日本文化转化西洋建筑元素 位于车站大厅凤凰浮雕下的铁道动轮旁边 左右两条长条形的史树 是天造大神的建带 但这个造型其实是来自古罗马的树棒 原形是由好几根木棍和斧头的捆绑组合 专有名词就是法西斯 它象征的是元老院执政官的权威 八角穹顶内下方的八座圆拱 有十二生肖的浮雕 但因为只有八个方位 只用了牛虎 龙 蛇 羊 猴 狗 猪 那剩下的四个生肖呢 其实剩下的鼠 鸡 兔马 被陈也金吾运用在同一年由他所设计 在他的故乡左赫五雄温泉门楼里面 是建筑家连接家乡与帝都的小彩蛋 东京车站见证时代的交汇 1945年5月到6月的东京大空袭 东京车站丸之内出入口大厅 和八重洲口的棧房 都遭到了燃烧弹爆击 严重受损 直到1948年才完全修复完成 但是呢已经比原貌少了一层楼 而原本精美的八角穹顶 也改为较为简单的单斜顶 往后很长一段时间 老东京人看着整修过后 简化的车站建筑 总会摇头叹息 以前的车站可不是这么的寒酸啊 日本国铁在1987年民营化后 营收自长成为公司首要的目标 车站所在的丸之内 就像全世界大城市的车站周边的金融区 楼地板的价格非常昂贵 所以营运东京车站的JR东日本 原本计划拆除旧车站 新建共构的大楼 后来引发日本全国社会的重视 甚至国际学者的关注 最后JR东日本放弃开发 车站也于2003年 被指定为重要文化财 在2007年启动的修复工程 重点是将盟军空袭炸掉了三楼重建回来 并在建筑物下新增自正的乏式基础 高昂的工程费用 其实并未造成JR东日本太大的负担 因为东京车站可以为自己赚钱 1999年在JR东日本 松田昌市社长与东京都知事 石渊圣太郎的合作之下 进行车站本体与周边环境的整备计划 当年放弃拆除改建 反而让车站上空原有的许可容积 可以转移贩售给 完之内其他新建案 还有余裕改善 战前至皇居的行性通周边景观 及基础建设 若想了解日本人对修复文物究竟有多认真 近距离观察车站的红砖外墙 完之内侧站房外观 看起来像是红砖建筑 但本体其实是钢古结构 外墙的红色砖块 是以平铺的方式契上的面砖 就好像是为车站包袱里层外皮 日文称这种面砖为化妆练瓦 在这次的复原工程中 负责的营造厂商路导建设 找到了可以制作相同规格的砖厂 用新烧制的红色面砖 替补已经毁损的部分 仔细观察面砖与面砖之间的缝隙 会看到白色的曲面隆起 这个造型是修复车站的泥水师傅 刻意做出来的勾缝 他们拿着工具 趁着灰泥还没有干的时候 刮过去一条整齐的线 去模仿真正专造建筑的沟峰 面砖在每一个立柱单元之间 有完全的对称 从这些细微之处 都说明日本人对于修复的严谨态度 2015年 满百岁的东京车站 与更古老的新竹车站结尾姐妹站 而这两个站的设计者 陈也金吾和松奇万长 其实也都是日本造家学会的创会委员 也更显得台日两地在现代化历程的密切渊源 下一次造访时 可以仔细品味相同和不同的之处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边 林东奎聊建筑 我们下一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